HELLO 各位車水馬郎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邢奈旭龍 我不知道其實國人近幾年買車 非常重視的一個環節就是 汽車的這個安全的配備 那今天我們要來體驗的就是 Honda Sensing 就是由本田他們研發的這一套 智慧型的安全配備 我們分別要做兩個場內的體驗 一個是叫做低速的自動更車 以及旁邊有一個叫做碰撞環節的煞車系統 那除了場內的測試外 我們還要到場外去測試 去體驗像是它的自動的定速定距的更車系統 以及車道偏移警示不住相關的功能 好我們今天就來看看 Honda Sensing 那在接下來這個關卡 我們體驗到是屬於 Honda Sensing裡面的叫做 LSF低速的自動更車的系統 那這套系統其實跟我們比較熟悉的 ACC的低速定律其實 算是涵蓋在裡面 所謂的低速它就是強調在 跟車的狀況下 如果前車靜止下 它還是可以跟得到一個時速降到0 再繼續起步的一個這樣的功能設計 先幫我按一下SET 好它這一次馬上就抓到了 抓到了 出現STOP的時候就可以放開煞車 好 然後只要維持方向盤就可以了 好等一下前面車一啟動 這樣按了一順 好 凱希可以出發囉 好按 那這邊的話就是模擬一個 有點像高速公路塞車的情況 突然前方車有變多我們煞車 但是現在突然又解鎖了 對 所以這在高速公路其實非常輕鬆 那它基本上操作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你的車輛 首先按起了MAN的功能 讓它有這樣的一個跟車功能之後 再透過像SET鍵以後 它原廠的設定就是在時速30 讓你做一個低速跟車 如果你想要設定更高 當然你可以再做加減 去調高你的車速設定 那我們問了原廠 他說最高對應可以到時速180 當然在國內已經是超速的一個速度 好我們在這個CFBS的碰撞環節的煞車系統的體驗中 教練他先將這個車速設在20左右 然後起步 系統的作用就是如果你駕駛者 有時候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前面緊急煞車的一個 靜止的狀況的時候 這套系統它會先透過儀表板的燈號 以及聲響的BBB 以及我覺得很明顯一個感受就是 它的安全帶會主動先幫你預縮一點 然後到你這個障礙物前 如果你還是沒有煞停動作 它就會即刻的這樣車 穩穩的停一下 我覺得這套系統在都會開車 其實是蠻好用的一個設計 有感覺到就是先警示的聲音 然後安全帶的預縮 然後煞停 好那在道路試乘的實際體驗部分 我們也體驗到了幾個HONDA SENSING的配備 首先就是大家熟悉的 ACC的定速定距的自動跟車系統 那這套系統的作動 是從時速72公里以上 開始可以做設定 一直到時速145這個區間 那設定的時候 你到車速到了以後 你按下MAN鍵 它就開始螢幕會顯示 一個實心的車子 它抓到前面的車輛 就做一個還蠻smooth的一個 定速定距的跟車的加減速動作 另外這台車我們也體驗到 也叫做RDM的道路偏移的抑制 我們稍微在一個直線的路段 確定前後有安全的一個狀況下 我們稍微去把方向盤往路邊 模擬我們在假設分心 或是打瞌睡的一個狀態下 車輛偏移到路邊 它感受到這個你衝出標線的時候 你很明顯 它的儀表會有一個燈號 Land Departure以及聲響之外 你也可以感覺到方向盤 其實有蠻大的一個力道 再往仿搬向幫你修正回來 再來就是LKS的車道維持系統 它的設定就是在Main鍵的右邊 還有一個虛線 然後方向盤這樣的一個Logo 我們看到我們按下去以後 你會發現儀表板內 原本的路邊的標線虛線變成實線 表示它已經偵測到一個實際路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微微的你會發現到 它讓你的車維持在這個車道的正中央 我們為了要讓這個畫面有一些效果 我們嘗試放下方向盤 用空心的方式去握方向盤 你還是可以微微的感受到 方向盤其實也是一直讓車輛 維持在車道的正中央 那我們也特別刻意的去嘗試一下 把手放開 大概15秒左右 它的儀表板就會出現燈號的警示 提示你把手恢復到方向盤的位置 所以我們也再次提醒 這個功能其實不鼓勵大家放手去使用 還是要握住3.9點的位置 以側安全 那我們再補充說明幾點 就是HONTA SENSING的道路偏移意著的 RDM這道行動 其實它的作動跟我們剛剛這個 場內關卡試驗的這個 碰撞環節的這個刹車行動其實是一樣 你發動的狀態下 它其實車輛就是在隨時 Ready的一個準備狀態 除非你可以去把這個功能off掉 不然它就是你一發動 它就在Standby的狀態 那跟我們剛剛講的LKS的車道維持 你則是要再另外去開啟的 車道維持的這個功能 它才會啟動 所以這兩個行動其實在作用上 其實有微微的不同 我們今天試駕完了 HONTA SENSING的 智慧的主動安全配備 我們在這邊還是再次宣導 它可以讓你的開車更輕鬆 減輕你的疲勞度 但是我們還是要在這邊提醒它 千萬不要過度去依賴這些配備 尤其你買了以後 也要徹底的去稍微研究 試著去學習一下它的操作 以及它設計的一些基本的不同 到底在哪裡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十二本主模 你有了這些安全配備 甚至有了六氣檔 七氣檔甚至九氣檔 都不要忘記安全帶 才是最基本的安全的防護之一 以及你的開車觀念 也要有一個正確的開車觀念 好我們今天的試駕就到此結束 別忘了持續關注鎖定我們 車水馬輪網頻道 以及我型男型羽龍 掰掰